同学们你们好 我们这一节芒果DB 就来聊一聊 我们芒果DB数据库的基本管理 这也是为我们后面不断深化的数据库管理课程打下一个基础 有些开发人员可能对学一些数据管理略有抵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开发人员也需要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依赖系统管理员 对吧 你经常你自己要维护一个自己的数据库的instance 而且通过对数据库的管理 我们能更深的了解 这个数据库的背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这也为我们写出一些更好的应用 更高效用数据库应用的 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那我们从我们那个Linux的一个 这个party的session开始 第一个人我们有时候要看一看啊 我们后台这个芒果db运行的情况 这个其实很多做法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呢 我使用这个ps这个命令 它就可以列出呢 这个所有的进程 那如果说你不接这个 你要一定要接这个ax层 如果不接的话 它只列出当前session的一些进程 把这个ax加上 但这有可能太多了 怎么办呢 稍微grip一下 等于我做一个filter 只有包含芒果d的进程 会不会列出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第一个 第一行是我们一个芒果d的一个进程 大家可以看到 又在边下的芒果d 它带着一个参数 就是说它这个芒果d的启动 是使用了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我在早先 应该是安装芒果db那一节中 给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 里边有各种 包括你数据库路径啊 你log写在哪儿啊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第二行 大家不要去管它 因为这是我刚才打这个grip 这个grip本身的是个进程 所以这里也被列出来了 其实没什么意思 只有一个芒果d现在 那咱们现在管理的第一个问题来了 有的时候为了提高 我们服务的高可用性 这个英文叫high availability 怎么叫高可用性呢 就是说你自己 有的时候你这个server 起在那里 它可能会坏掉 对吧 它可能会出问题 反正就是你不能用了 大家访问它出错了 那你就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的有效服务时间 对吧 那怎么办 怎么提高这个我们的可用性 自己能够做法 我提两个service incidents 就是我芒果数据 db数据库嘛 我同时提两个 通过一些机制 这个我们后边在讲 这个replica的时候会讲 就是说 我们通过一些机制 让你当你一个server坏掉的时候 它自动连第二个server 这你的这个可用性不就很容易的提高了吗 对不对 这个其实最简单提供高可用性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我这个有一个server 我想起两个instances 行不行 其实很简单 我们速度再起一个 芒果d 就是我们这个芒果d嘛 我们数据库的服务 但这要注意了 我们得给接参数 要不然你不能保证说 两个instances它是不同独立的 对吧 那它是两个独立的数据库嘛 那首先最重要的参数 就是这个数据库的路径 其实就是你这个数据库 你毕竟是存到文件 这个文件放在哪 把它放在这个serverdata下面 另外一个光有路径还不行 你还指定个端口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服务 它服务呢 它得有个独立的端口 它作为一个监听端口 就大家访问这个端口 来访问这个服务 你要有两个instances 你就得有两个不同的端口 那我们用一个12333 这就可以了 它就起了一个服务 这怎么看服务是不是起好了 不管你什么服务 它一般起好 它都会最后是一句话 它会说 我在这等了 在哪等的 在12333下等你这个connection进来 这代表说我这个服务已经ready 但这样不行啊 因为这等于说 你等于在前台你起了个进程 我这个现在 我这session一关掉 它就没了 而且我现在不能干比较 看这个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用Ctrl-C来结束它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说我这种前的竞争 芒果DB竞争用Ctrl-C来结束 会产生什么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 sada 非常的好 它会把所有 你看Ctrl-C之后 它做好些事 它把内存端口都close掉 然后把这些 做各种sada 然后再分券它也要clean up 其实做了很多事 很干净 不会产生什么脏数据 这个很安全 好 那还是接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其实我们想起个后台服务 不是前台服务怎么办 因为这个再加个阐数 它就可以起一个后台的服务 当然你要起后台的服务 因为你的日志 你不能直接打到这个console里了 不能刚才这样打出来 那我怎么办 我还要再指定一个 日志的路径 这个一般放在 这个你随便指定 它一般放在这个 VarLog下面 芒果DB 我刚才觉得原来好像有 可能换一个 芒果DB2的log 这样就可以 其实它就到后台去了 那就注意这个 这个Process 这个15307 这是它的ProcessID 进程的ID 这很重要 如果说你先把它停掉 怎么停 很多种做法 其中组织最简单 我最常是这本cue的 大家说你这么粗暴 这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 Kill它 这芒果迪士发一个信号给它 说你好停了 那芒果DB一样会很干净的 把它需要做的这事件都做完 然后把端口什么都关掉 资源全释放 不过产生问题 这个就被删掉了 看看是不是被删掉了 还有刚才那个AX 现在就只有一个 一个了 对吧 再把它启动回来 再用这个AX 看一下 我们这种命令行启动 有一个好处 特别是当我们启动 多个芒果DB的时候 你这个芒果DB的 基本配置一目了然 你用这个PSAX一看 你就可以看到了 它log放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它的数据库文件放在什么地方 它端口在哪里 很简单 很方便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这有的时候 我们特别服务 自动部署的时候 也方便你写一些脚本 因为我们可能一些 应用了一些代码 部署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数据库要启动 这种命令行 直接是SSH上来 一启动 就很方便 那这种数据库 起来之后怎么连 因为我如果只打芒果 就去自动端口 那就这个加个端口 怎么加端口 我有点不记得了 看一下 这个芒果还有芒果地 你都可以打个写 横杆横杆 help来看到 所有的可加参数 它就滑滑的很多 可以看到这些参数 其实就加一个part 就可以了 12333 连到刚才我们启动的 那个instance上去了 那连进来之后 其实你在这里边 就是芒果db这个里边 这个console这里边 如果说你想看芒果db这些信息的话 不是你用哪个端口挖什么的 你也可以 你就用这个 db.server db.server console options 因为刚才我不是都放在console上了吗 你这一看 你就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它会返回你这个 这个数据库里 你用什么端口啊 对吧 你这个日志发在哪啊 什么端口啊 都可以给你看到 好 那我们连上来了之后 所以说 我在这里边 先把芒果db关掉 能不能关 也可以 但是要注意一点 我们得使用这个 先切换的admin这个数据库 这芒果db很有意思的一点 admin是这个特殊数据库 很多啊 管理上的这个命令 你得先切换到admin上 然后你再打这个具体管理命令 然后怎么关 db.sadon 有时候你可能记不全命令 你就打一个tab 它就会慢慢你自动完成 sadon server 这个很有意思啊 你打 它就把server给关了 它关的太快了 你知道 它server一关了 但我这个client还去连它 尤其它报了好些错 它说什么 你不能连 因为这时候它已经被关了 你知道吧 你看它 它说 不能连接到127 其实没有问题 这时候server已经被成功的关闭了 大家不要怕 咱们可以看一下 再用我们刚才这个ps看一下 只有一个了 你现在学两种关闭数据库的方法 一种是 用kill 这是我最常用的 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在这个 客户端里边管 其实还有一种 用一个芒果D的sadon来管 那我们再起一个出来 我们起一个 123再起回来 怎么管 但我现在有两个instance 我怎么来指定说 到底管哪个呢 那我们就要 其实通过这个dbpass来指定 刚才我们那个不是指到 dbpass不是那个srvdata吗 对不对 可以看到 我这个启动的时候 这个dbpass是这个 那我要关它 我就同样把这个dbpass给指回来 你看 它就会kill这个15327 就是我刚才启动的15327 你不会关错 你可以指定一个 它就可以关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数据库的最简单的 进程的关 这是芒果D的一个管理 但它是我们后面很多 很多更进一步管理的一个基础 包括我们使用command 在那个server里边 那我就稍微再多提一个 就是说那个成绩说 这个kill 不是k3 k9 然后加个什么 这样来删芒果db行不行 它当然能把它kill掉 但这不安全 这会出问题 它就不是像我刚才那个不加这个9 因为这个9这个signal一发出去 这个就会很容易产生些脏数据 它是立即就结束掉了 这个是不好的 大家不要用这个kill9 加个process id 好 那咱们这个芒果db的管理初步呢 就先到这里 大家可以回去呢 自己玩一玩 把自己这个芒果d这个进程给玩熟了 因为这是 咱们最早这一定要玩熟 可以让你以后的开发管理工作呢 这个48公倍 谢谢大家